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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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沒有濾鏡 你一輩子只有兩次機會 你直接看望遠鏡 一次左眼一次右眼就下掉了 真的 因為現在 不管是全世界的疫情 我們是不是覺得說 我們真的是人在Gutter裡面 人在義英溝裡面 台灣還相對的好 要是看美國看巴西亂七八糟 各位網友大家晚安 歡迎回到我們善哥聊天室 第五集的直播 在我旁邊呢 是美美的清華大學包聖銀包教授 也是我們第一集的來賓 要不要跟我們網友一起打個招呼 好啊 嗨 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剛好是端午節 在這邊呢也順便祝我們網友全家 何家平安 那我們第一集包教授跟我們談的什麼題目 大家還記得嗎 我們那個時候談了跨領域 談了這個斜槓 然後舉了一個例子叫做Live Byte 對不對 就是包教授把這個科技跟藝術結合在一起 那原來包教授第二集也當我們的來賓 但是第二集臨時有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第五集要再請他回來 我們要延續第一集 我剛剛講了說 他是一個非常有創意的一位這個才女 所以我們今天呢 要再從包教授身上挖一些他的才華 創意出來 讓大家看看我們今天主題Creativity 到底想談什麼 好 那個包教授今天 帶來了他當年在美國念書期間 三個有創意的東西 第一個呢 是大家刻板印象裡面覺得 哎呦好難非常艱深的 叫做基因編輯的工具 但是他呢 把這基因編輯的工具 變成一個非常有創意的一個 也有藝術含量的一個 怎麼講 一個創作 來你介紹一下 其實這個不是在念書期間做的 其實是我非常非常最近做的 喔真的啊 一個月前剛新出爐的 喔是喔 因為CRISPR它其實是一個 最新最新的DNA編輯的一個 算是生物科技上的一個突破 對對對 那主要也是從美國Use Berkeley 發明出來的一個新的技術 對 那其實在東岸MIT Bart Institute 也在他們真的有個整理說 到底是誰發明的 好 但是這個細節我們今天不講 好 簡單來講 CRISPR它就是一個 天然界都存在的一個 等於細菌身上的一個 免疫系統 是 然後我們發現這件事情之後 就把它應用到人身上 應用到甚至植物身上 可以改變生物的基因 對 我們可以去編輯DNA的 sequence DNA的序列 也可以編輯精確到一個字 一個字 那麼精確 因為它可以 用來治療疾病啊 或者你也可以想像說 可以用在農作物上 改良農作物 或者是畜牧業等等 有一些難以治療的疾病 現在都有辦法 能夠用CRISPR來治療 那你拿這個 大家看起來 這個 現在大家都說 我不要去買那個 基因的大豆做的豆漿 等等 好像大家有點怕 你把這個大家都很好奇 然後又很期待 又期待又怕受傷害的一個工具 你拿來做什麼 對它的確是讓人 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但是我把它 用這個基因科技來做 藝術創作 那就太特別了 你再繼續講吧 對 所以呢 其實從開始的時候 我們在實驗室裡頭 這是我在美國和UC Berkeley合作的一個開端 那在實驗室裡頭 我們先用一個黃金的顆粒 把我們想要做的這個DNA 把它包在黃金上面 用黃金的GOLD Particle把它打進去 打到那個 打到植物的細胞裡頭 它的胚胎裡頭 然後在胚芽裡頭 去讓植物從胚芽開始 然後我們去長這個植物 帶這個新的基因去生長 就是打進去之後 它可以控制它去改變特定的基因 那如果各位網友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歡迎來 最後我們可以再討論這個DNA 但是今天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去 講得太深入在科學上的細節 不過呢在植物它 等於說整個植物它在長成的過程中 它就整個蘊含了我們編輯過的 控制過的基因 那麼主要我用的這一個植物呢 是我們改變了它的 比如說它的葉綠體 讓它不是那麼的綠 你就看到它變得比較淡一點 改變植物的顏色 是用的是稻米嗎 還是用的是 其中一個植物是稻米那種 稻米 它顏色跟一般的稻米不一樣 顏色然後另外呢 比如說它的氣孔 讓這個氣孔 其實改良的基因 讓這個稻米呢 有可能在未來可以在比較 嚴峻的環境 譬如說沙漠 必須要那麼多的水 是的 可以想像我們如果在乾旱的期間 也能夠種植一樣的稻米 不要蒸發掉太多水分 可以保有 水分保有了比較久 對 類似這樣 就是說讓它氣孔調節水分 比較乾旱地區適合種植 對 這個在農作物的經濟上 有很大很大的價值 那同時呢 像剛剛院長提到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有爭議的一個技術 對 那當一個科技出來的時候 通常技術還沒有完全的跟上 對 那我認為這個 CRISPR這個技術 它非常非常的有潛力 那 因此呢 我們就從這裡為出發點 我就想到 我們是否能將這個 這個現代的基因科技 和我們非常傳統的 藝術 藝術 會跟別結合 嗯 那 因此呢 我就展開了一系列的這個 藝術創作 那 這一系列的作品 當然這作品最後本是 我手工就用手做出來的 是 但它 我們要回到剛剛開頭 在我手開始展開製作這個作品之前 我們先在實驗室先用 剛剛講的Gold Particle 用黃金把 這個 這個 CRISPR送到 配亞裡頭去 就是照片顯示 對 畫面顯示的 整個 整個作品它其實 內容的這個原材料就是 由CRISPR 是的 長出來的 從它的植物本身 就開始做創作了 創作到 接下來採收下來 然後 成為原料 然後再把這個原料 經過我的一些 這個太多 秘密就不能透露了 但是呢 就做成了 作品 那看上去這個作品 就像是 一幅一幅畫一樣 你把它做成一張紙 對 其實我把它做成紙 就是現在畫面上這個 對 然後這個紙裡頭的 纖維本身就是 每一根纖維它都帶 包含了我們講的 剛才的這個基因 基因的Sequence 就是 我們現在很重視一件事情 像是 藝術品要防偽 對 你可以發現說 這樣子的話 其實太狠的防偽 因為整個 密碼就已經包含在 在紙裡面了 在紙裡面了 在藝術品裡頭 對 那另外就是 這代表了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 就是說其中一幅作品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難 非常非常難做 因為手工上 這是我做出來最薄最薄的一張作品 然後花了很久的時間 去完成它 反覆反覆的去 一層用一層 但是它拿起來是 薄到透明的一張紙 但是紙的纖維 你局部的去看 在我們看到這個 花瓣還有葉片的中間 你可以看到 它有很細小的纖維 就是剛剛講 用基因改良過的 稻米的纖維 就鑲嵌在裡頭 等於說是把傳統的 我們紙是已經流傳了 千年的一種 我們的發明 對 東漢 對 蔡倫造紙 你現在變成這個 2019年的 2020 也是一個造紙的小美女 那這一張又是什麼呢 現在螢幕上 對 另外這一張是屬於 比較抽象一點的作品 它是 你可以看到 我這張作品也是 在一個創作的過程之中 好像是 科技和藝術在交會 對啊 一邊是藍色的 一邊是綠色的 是的 好像是海洋與陸地 那是兩個人的相遇 好像院長和你的 以前我們從來不認識嘛 對 也有一天我們相遇了 是的 那每個人的遇見一樣 好 那又代表的是 我們再講 橫跨古今 像是剛剛講 是的 蔡倫和現代的基因科學 就在這張紙上 相對 所以這個基因改造的 這個植物是你種的 其實不是我自己啦 就是你的團隊 我們有一個團隊一起 有一個團隊種的 然後紙是你自己做的 對 紙是完全是我 拿這個植物的纖維來做的 剛才這個螢幕上的藝術創作也是你自己想的 對 所以啊 這是創意嘛 從頭到尾 那你今天現場也帶來一張 要給我們網友看的對不對 對 來你拿出來介紹一下 唯一一個有在台灣的作品是這一件 是 那 它呢 這個是以紅色為一基底 嗯 那麼 我把這個 稻米呢 就像是 好像它在一片肥沃的土壤當中 從這紅色的基底 紅色又代表像是我們的血液 像血液一樣代表我們的生命 嗯 它有一種生生不息的這種概念 從這樣子的土壤中生長出來 嗯 但是紅色就通常呢 在中國人裡面除了代表喜氣之外 可是我們紅綠燈的紅 又是叫你STOP 嗯 所以它同時就是一個很大的對比 對 就是說什麼呢 在科技的發展當中 我們一方面這個基因科技 尤其是基因科技 生物科技 它是在 讓我們的生命能夠往前 是幫助我們的健康 我們的生命 醫療等等 是有一個生命的象徵 但同時這個科技的發展 卻在我們一切的政策 還沒有完整的時候 我要見你意思 對不對 我們要先 是否要有一個平衡 同時在進展的中間 要同時有一個停下來思考說 對 究竟這個科技於 我們未來的生活的影響是什麼 嗯 就比如說 在 CRISPR這個科技出來不久 對 嗯 就有人用這個技術 做了兩個 Babies 做了兩個 Babies 包教授那個機器人 有一段影片 我們看一下這個影片 我們看一下這個影片 各位網友 設計的內容大家喜歡嗎 有興趣的話要多看幾遍 然後分享出去喔 要記得按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才會收到我們上面的通知喔 還有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讓我們知道喔 想更了解上科的朋友 請按讚粉絲團 追蹤IG 我們下集見囉 掰掰 掰掰